深夜 一个男人偷偷溜进了医院重病房 床上的女人昏迷不醒 男人将魔爪伸向女病人的领口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可他不会想到 他龌龊的举动早已暴露在警方的监视之下 男人到底是谁 他诡异的行为背后 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一切 还得从几天前的一起车祸说起 这天夜里 一辆汽车发了风势地撞向路边的行人 在连续撞倒九人之后 司机汽车逃逸 交警很快封锁现场 九名行人全部被撞上 其中三人昏迷不醒 生命垂危 很快 交警来到警局找到孟队 他认为 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件 他们已经检查过车辆 发现并没有任何故障 证明发生车祸的时候 车辆并没有失控 所以 车主极有可能是故意伤人 现场有一个目击者 是当时与肇事车会车的货车司机 据他介绍 肇事车辆原本是正常行驶的 谁知突然诱拐 冲进人行道 连续撞人 最后撞到了树上 司机看到有一个男人 从车上慌张下来 但天太黑 并没有看到长相 交警已经调查过肇事车辆 车主一家人几天前出去旅游了 并没有开车 由此看来 肇事司机是偷车作案 孟队基本确定 这是一起故意杀人的刑事案件 此时 医院的三名重伤者还在昏迷 其中两人身上都有身份证 警方已经通知家属 最后一个女人受伤最严重 脸上也缠满纱布 她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只有一部摔坏的手机 手机卡已经拿去做数据恢复 相信很快就能确定女人身份 医生在女人的脖子上发现一个翡翠挂件 像个浮斗 看上去价值不菲 回到警局后 孟队和交警一起分析了案情 车祸现场异常惨烈 肇事司机明显是要置人于死地 而且他的目标很可能只是九人中的一个 警方已经调查过轻伤的六人 他们并没有与人结仇 基本可以排除 现在就只剩下重伤昏迷的三人 尤其是那个身份不明的女人 这个时候 小和带来了好消息 那个女人的手机卡数据已经恢复 机主名叫五欣欣 是本地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小和已经打电话问过电视台 五欣欣今天没去上班 电话也联系不上 如此看来 那个昏迷的女人应该就是五欣欣 不止如此 小和还发现五欣欣有两个手机号 有意思的是 昨晚另一个手机号给这个号发过三条短信 时间是昨晚十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内容是询问为什么关机 什么时候回家 小和给那个号码打过电话 竟然也是关机的 小和认为这个情况比较可疑 梦队决定先去五欣欣家里看看 如此的异常情况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五欣欣很可能就是凶手的目标 梦队刚准备敲门 这才发现门竟然没上锁 推门一看 客厅的地上竟然躺着一个女人 梦队赶紧上前查看 遗憾的是 女人已经死了 这让案件变得复杂起来 五欣欣的家里出现一个死人 这跟车祸有没有关系 随后 警方勘查了凶案现场 屋子里被翻得很乱 凶手很可能是劫材杀人 不过奇怪的是 大门和窗户都没有被撬动的痕迹 难道是熟人作案 梦队在窗户上发现几枚可疑的指纹 这里是二楼 凶手倒是有可能从窗户爬下来 梦队还在沙发下面发现一个手机 应该是死者留下的 小童在拍照的时候 发现死者手中抓着一个东西 掰开一看 竟然是一条红绳 回到警局后 法医立即进行了尸检 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凌晨两点左右 死因是头部被钝器击打 凶器应该是一把大号的钳子 在死者的脖子上 有一条很细的勒痕 应该是绳纹 梦队响起死者手中的红绳 这条绳纹应该是被人用力拉扯时留下的 由此可见 死者脖子上曾经有一个挂箭 而现在 很可能是被凶手抢走了 警方很快查明了死者身份 死者名叫林姐 是五欣欣的表妹 五欣欣收到的信息 正是林杰的手机发出的 同一天晚上 凶手将五欣欣撞上 然后又去他家里杀死他的表妹 很明显 凶手的目标就是五欣欣 但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法医拿起了桌上的翡翠挂箭 我看 这块翡翠相当漂亮 从来没有见过成色这么好的 会不会 是因他而起的呢 这番话让孟队如梦初醒 随后 孟队将挂箭拿给专家鉴定 鉴定结果出乎意料 这个武器是翡翠 雕成了一个福豆 更是上等的极品 我看呢 这是乾隆时期的 东西 这么一个小小的挂箭 如果放到拍卖行 至少能拍到150万的天价 如此看来 凶手的目标应该就是这个翡翠福豆 这个福豆是古董 应该很容易就查到他的来历 现在五欣欣昏迷不醒 孟队决定从福豆的来源查起 回到警局后 小童又发现一条线索 五欣欣家窗户上的指纹 跟照示车辆上的部分指纹完全匹配 说明是同一个人作案 孟队推测 这个凶手不会就此罢休 他安排警员在五欣欣定房安装摄像头 24小时监控 他相信凶手一定会再次出现 一天后 警方查到了翡翠福豆的来源 这个东西原本属于一个老大爷 谁知他不争气的孙子为了买车 将福豆以12万的价格 卖给了一个叫刘新远的古董商人 很快 刘新远被请到了警局 据他介绍 他跟五欣欣的爸爸是战友 五欣欣是他看着长大的 至于那个福豆 算是自己送给五欣欣的 原来五欣欣那天到他店里玩 一眼就看中了翡翠福豆 刘新远本想直接送给他 可五欣欣坚持要付钱 最终 刘新远以12万的成本价 将福豆卖给了他 那你知不知道 他的市场价是多少 我根本没想那么多 既然五欣欣跟他育有缘 那就是他的 这样看来 这个刘新远好像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晚上 五欣欣的病房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他偷偷溜进病房 一个一个翻开病人的衣领 毫无疑问 他是在找那个翡翠福豆 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很快 警方就查清了男人的身份 男人名叫王志 曾因盗窃就在五字 被派刑五年 警方已经比对过 照是车辆和五欣欣家的指纹正是属于他 审讯室内 王志交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 他原本并不想伤害五欣欣 只是想要那个翡翠挂件 甚至提出高价购买 谁知五欣欣死活都不肯 案发那天 王志是想抢走那个翡翠 谁料被五欣欣拼死挣脱 王志慌了 五欣欣已经看到他的脸 一旦报警 自己就完了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 开车追了上去 他想撞死五欣欣 谁知五欣欣 专往人多的地方跑 最后一连撞了九个人 才撞倒五欣欣 王志当时也很害怕 于是就汽车逃跑了 临走的时候 还拿走了五欣欣的包 但翡翠浮斗并不在包里 你怎么知道这个翡翠挂件 是刘欣远 他让我干的 原来刘欣远是王志的一个远房表书 这个刘欣远隐藏的挺身 表面上说不清楚翡翠浮斗的价值 其实早就下了黑手 他承诺给王志十万块 让他夺回翡翠浮斗 车祸之后 王志又从窗户爬进了五欣欣家 原本是想找浮斗 谁知家里还有一个林杰 黑夜之中 他看到林杰脖子上挂着一个东西 以为是浮斗 于是出手抢夺 谁知林杰拼死反抗 王志顺手拿起钳子就砸死了他 逃出去后才发现 那只是一把偿命锁 昨天刘欣远告诉他 那个翡翠浮斗就在医院五欣欣身上 并且告诉他警察不会守在医院 于是他就偷偷摸了进去 最终被警察逮了个正找 这个王志估计脑子有点问题 打死了人 还以为警察不会重视这个案子 随后刘欣远被带到了审讯室 他原本也不知道翡翠浮斗的价值 有一天 他跟朋友正好看到五欣欣的节目 那个朋友是个古董专家 看到五欣欣脖子上的翡翠浮斗 瞬间两眼放光 告诉他 那个浮斗至少值一百万 刘欣远肠子都毁清了 他找五欣欣商量 愿意出二十万把浮斗买回来 谁知五欣欣早就知道浮斗的真正价值 死活也不卖 所以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人为财死 鸟为食王 等待刘欣远和王志的 将是法律的严惩 案子结束之后 五欣欣也幸运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谁知他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问自己的福斗在哪 这个女人真是舍命不舍财 也为贪财 她害得八个无辜的路人被撞上 最惨的是 她的表妹林杰莫名其妙被杀 真是冤难 半夜十二点的城中村 两个男人相继被一把铁锹打倒 到了凌晨三点 一个女人在派出所门口徘徊 民警问她干什么 女人慌慌张张 说自己杀了两个人 来自首 第二天一大早 孟队带着警员赶到了案发现场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 地上的死者叫邓明 他的儿子邓小明重伤昏迷 已经送到医院抢救 不过他肚子被捅破 肠子都流了出来 活下去的希望不大 孟队查看了死者的情况 后脑被打出一个大口子 脑浆都流出来了 相当惨烈 现场有一个木棍 一把铁锹 一把菜刀 上面都有血迹 底面上还有很多血迹 这些都要带回警局做详细检验 据民警介绍 昨晚自首的女人叫周勤 是死者的邻居 她是农村来的 一个人带着女儿和儿子 做服装生意 事情的起因 是邓小明猥亵周勤的女儿 皇家未遂 周勤上门理论 谁知邓家父子满不讲理 不仅不认错 还拿着菜刀要砍人 眼看要伤到自己 周勤用铁锹反抗 这才不小心打死了人 据调查 邓家父子是城中村出了明的恶霸 七男霸女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 法医已经做过尸检 邓明是被现场的那把铁锹砸死的 而他儿子邓小明也是被铁锹铲破了肚子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凶手周勤自首 这是一起简单的打架致死案件 但孟队却觉得不对劲 一个女人竟然打倒了两个壮年男子 难道他力大无穷吗 还有一个疑点 邓明的死亡时间是半夜12点左右 而周勤凌晨三点才去自首 这其中间隔了三个小时 周勤又去做了什么 下午 小光已经完成现场血液的鉴定 铁锹上的血是B型血 正式是属于邓家父子的 而且铁锹把手上还有周勤的指纹 木棍和菜刀上的血是O型血 属于周勤 这跟他身上的伤口相吻合 但奇怪的是 现场还发现了少量的A型血 这就说明 案发的时候有第四个人存在 审讯室内 周勤一口咬定是自己杀了人 并详细描述了犯案过程 当时他去找邓家父子理论 谁知邓明拿棍子直接打到他头上 他抄起铁锹就砸了下去 然后邓小明又拿菜刀砍伤了他的手 他又顺手拿铁锹捅进了他的肚子 他没想过要杀人 这一切都只是意外 这样的说法毫无破绽 但孟队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他问周勤 案发到自首的三个小时 他在做什么 周勤明显有些慌张 但还是解释说 杀人后他很害怕 躲在家里待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自首 孟队继续问 现场的第四个人是谁 没有 就我们杀 我们发现了第四个人的血迹 在铁证面前 周勤更慌张 他犹豫了一会儿 说自己刚刚才想起 女儿黄家去过现场 随后 黄家被请到了警局 他承认 自己去劝国家 当时还被邓小明打了一巴掌 所以现场有他的血 其实整件事都是因他而起 邓小明是出了名的坏 他看上了年轻漂亮的黄家 逼他做自己的女朋友 黄家不愿意 谁知邓小明竟然来应的 企图侵犯他 幸好有人经过 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也为哥哥黄猛去了外地进货 不知道这件事 周勤就一个人上门理论 谁知发生了意外 警员不太相信 如果仅仅只是侵犯未遂 不至于闹这么大 我们要对你进医护科检查 你同意吗 不行 求求您了不要 这个时候 黄家终于忍不住痛苦 案发那天 他晚上十点才回家 谁知半路被邓小明堵住 那个畜生侵犯了他 他浑身是伤得回到家 母女俩抱头痛哭 你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哥怎么不急着回来呢 我哥 我哥 我哥在汉江 被车给撞了 到现在都没法下地呢 这个解释显然比较牵强 黄家肯定有所隐瞒 另一边 孟队正在做模拟击打测试 他始终认为 周琴很难给邓明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他分别测试了男性和女性的击打力度 果然发现了问题 按照周琴1米6的身高 邓明头部的伤口应该要靠下一点才对 不止如此 测试数据显示 一个普通女人的击打力度 根本无法造成死者颅骨那么严重的骨折 而男人却可以 测试结果可以证明 打死邓明的是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 周琴是在替人顶罪 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会是他的儿子黄猛吗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而黄猛却刚好出了车祸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梦队让警员先监控黄猛的手机 看他在什么位置 没想到真的有意外收获 黄猛的手机一直处于漫游状态 而且根本不在汉江 就在本市 这就证明黄家确实是说了谎 与此同时 小光那边也有了新的发现 他已经检测过 黄家的血液 确实跟那两滴A型血是同一血型 但DNA却不完全相同 只能证明两人是有血缘关系 而且那两滴血的DNA中有外染色体 证明是男性的血液 有了这些证据 那个人的身份也呼之欲出 就是黄家的哥哥黄猛 周琴被再次带到了审讯室 梦队直接告诉他 警方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杀人的不是他 而是一个男人 杀人偿命 你们别杀了 这个人就是我 不对 不是你 孟队准备放周琴回家 让他的儿子黄猛来警局自首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可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周琴还是把罪责揽在自己身上 可惜警方讲的是证据 不会听他的一面之词 最终 周琴被无罪释放 就在第二天 警方监控到黄猛的手机信号出现在他家附近 梦队立即部署警力实施抓捕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女警却临时制止了行动 原来他发现黄猛是为了见母亲一面 才冒险回来的 等周琴离开之后 警员立即扑上去逮捕了黄猛 审讯室内 黄猛对自己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 他此时并不后悔 亲妹妹被邓小明糟蹋了 当哥哥的不可能坐视不管 案发难晚 他拿着铁锹去找邓小明算账 原本是想教训一下 谁知邓家父子拿着菜刀和棍子先动起手来 三人很快打成一团 后来母亲周琴过来劝架 邓小明举起菜刀就要砍周琴 黄猛一铁锹捅过去 邓小明划了他一刀 然后倒地不起 但母亲却被邓明一棍子打到 黄猛怒火攻心 用铁锹砸在了邓明后脑上 他当场死亡 事后他们一家人都很害怕 周琴见死了人 就让黄猛赶紧跑路 他自己去顶罪 黄猛当时脑子一片空白 真的听话逃跑了 而周琴则重新布置了一下现场 并和黄家串了宫 只是忽略了黄猛滴落的血液 至此案件终于告破 医院传来消息 邓小明伤重不治 死在了医院 黄猛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不起我妈 害得我妈跟她受苦了 害得他们俩 以后没脸见人 我对不起我妈 这是一个谁也不愿看到的悲剧 邓家父子是坏人 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黄猛一家不是坏人 却用了错误的方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终导致锒铛入狱 如果一开始他们就选择报警 那邓小明肯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黄家人也还可以过安稳日子 打死了邓家父子 确实很解气 但代价太大了 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结局 今天是小强的生日 他兴冲冲地跑回家找妈妈要好吃的 谁知刚进门 就看到妈妈在床上痛苦地翻滚 可惜的是 妈妈再也没能等回儿子 只见女人口吐白沫 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动静 女人名叫王芳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警方赶到的时候 她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 法医初步判断是中毒死亡 案发现场并没有其他异常的情况 厨房里有很多菜 应该是王芳提前为儿子生日准备的 警员将厨房所有的东西都取了呀 毒物来源很可能就在这些东西里面 必须全部进行化验 小强跟着奶奶蹲在地上抹眼泪 本来今天应该开开心心过生日 没想到出了这种事 看到妈妈的尸体被抬了出来 小强再也忍不住 一路哭喊着要妈妈 懂事的他已经意识到 妈妈再也回不来了 这个时候 人群中有个男人一脸震惊 吓得蛋糕都掉在了地上 男人正是死者的丈夫 苏大强 勘查完现场后 孟队首先询问了报案人张小瘦 他是村里唯一的医生 小强把他叫到这里来的时候 王芳已经死了 据张小瘦介绍 王芳其实一直都有病 而且是神经病 发起风来六亲不认 有一次 还拿着菜刀追着的丈夫满村跑 说要杀了他 村里的人一般都躲着这个女人 而张小瘦一直都负责给王芳开药吃 不过也就是一些镇定类的药物 一个星期开一次 吃完能安静一点 这个时候 张小瘦突然神神秘秘地说 王芳会不会用这些药自杀呢 一个星期的药虽然无法致死 但如果他把一个月的药积攒起来 那吃下去还是要命的 王芳以前就经常嚷嚷着不想活了 这件事村里人都知道 景元小和不以为然 一个药自杀的人 怎么可能还会做那么多的饭菜 张小瘦撇撇嘴不再说话 孟芳看这个男人的表现有些奇怪 但另一个更奇怪 王芳的丈夫苏大强说 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孟芳问他 今天一整天他去了哪里 苏大强赶紧解释 他一直在厂里上班 老板和同事都可以作证 对于老婆的死 苏大强好像并不太关心 一旁的老母亲看不下去了 说自己这个儿子太混蛋了 自从有了点钱之后 就整天在外面鬼混 老婆孩子都不管了 王芳的病就是被他气出来的 今天本来是孙子小强的生日 说好了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吃顿饭 没想到王芳突然自杀了 很明显 在婆婆眼里 王芳也是自杀的 但警方却不这么认为 警局内 法医第一时间完成了尸检工作 王芳确实是中毒死亡 而毒药是毒鼠墙 也就是老鼠药 奇怪的是 小光检查了厨房内所有的食物样本 并没有找到毒鼠墙的成分 也就是说 他们家的食物根本就没有毒 那王芳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中毒的呢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 第二天一早 孟队再次来到了王芳家 苏大强和老母亲的情绪都非常不好 王芳是中毒死的 家里的食物他们都不敢要了 准备全部烧掉 小和说没必要 这些东西都已经化验过 根本没毒 苏大强不信 扔出两只死老鼠 这就是今天早上发现的 明显是毒死的 这件事要是不查清楚 自己一家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孟队也吃了一惊 他有些怀疑 难道是警方的检验结果出了问题吗 为了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他让小和将食物重新取养 再检测一次 其实这个时候 孟队心里还有另一种猜测 他问苏大强 昨晚这里有没有人回来过 苏大强态度极其不耐烦 昨晚家里被警察封锁 他们都住到了姐姐家 根本没人回来 孟队检查了门锁 发现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据苏大强介绍 他们家里四口人 每人一把钥匙 应该都没丢 听到这里 老母亲赶紧去找王芳的钥匙 她一般放在窗台上 这样子怎么没有啊 应该在这儿啊 昨天我还看放这儿呢 王芳的钥匙不见了 证实孟队猜测的没错 昨晚有人来过 回到警局后 小光对死老鼠进行了检测 发现他们跟王芳一样 也是吃了毒鼠墙致死 有意思的是 这次取样的食物中 也发现了毒鼠墙 王芳做的饭是给儿子吃的 他就算要自杀 也不会把儿子一起毒死 这只能说明 王芳是被人谋杀的 而且毒药并不是下在饭菜里的 这个凶手很狡猾 他昨天晚上又潜入了王芳家 在饭菜里又下了一次毒 企图误导警方的调查方向 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正是他这个举动 让警方否定了自杀的可能性 孟队已经检查过 王芳放钥匙的地方 并没有陌生人的指纹 而围墙上也没有踩踏痕迹 证明凶手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 这就有点蹊跷了 凶杀案件 配有作案的比例占到70% 这样看来 苏大强的杀人嫌疑最大 但他又有不在场的证据 这样的结果让孟队很为难 他觉得有必要换一个思路调查 从毒药上下功夫 毒鼠墙这种药由于毒性太强 早已被国家禁止售卖 一般只有通过非法途径才能买到 警方可以先找到买药的人 或许那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孟队从村长那里了解的 隔壁村有一个叫老王的人 一直偷卖老鼠药 得到具体地址后 孟队带着小河立即出发 刚到地方 就看到老王骑个自行车 晃晃悠悠的回家 这家伙不简单 看到有警察赶紧开溜 孟队直接开车把他逼挺 原来他早就听说有人吃毒鼠墙死了 他害怕 审讯室内老王一句假话都不敢讲 三个月前 死人的那个村 有个叫王芳的女人 找他买过毒鼠墙 你怎么知道叫王芳 说来也奇怪 那个女人主动说自己叫王芳 还让老王记住他的名字 如果老鼠药不好用 得退钱给他 小河拿出几张女人的照片 让老王仔细辨认 里面有没有他说的王芳 令人意外的是 老王竟然说都不是王芳 孟队现在可以百分百确定 王芳的死亡 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谋杀 凶手提前三个月就埋好了毒鼠墙 真是不简单 现在的问题是 这个凶手到底是谁 在王芳家里并没有发现陌生人的痕迹 门锁也没被破坏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从警方的调查结果来看 除开他的家里人 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村医张小兽 他一直给王芳开药 完全有机会神不知鬼不觉的 在药里下毒 案发那天 张小兽故意诱导警方 说王芳是自杀的 这点本身就很可疑 只是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为什么要杀死王芳 王芳是他的病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才对 到了这一步 案件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好在小光那边又有了新的突破 根据老王的描述 小光画出了买药女人的画像 孟队拿给村长辨认 谁知这个女人竟是张小兽的老婆 李梅 见到警察上门 李梅瞬间就变了脸色 警局内 老王亲自辨认了几个女人 最终确认 三个月前找他买毒鼠墙的就是李梅 审讯室内 李梅根本不承认自己买过老鼠药 可惜的是警方已经掌握了铁证 他无从狡辩 不出所料 毒鼠墙是张小兽让他去买的 他告诉李梅 只要按照自己的计划办事 警方根本查不出来 那个王芳本来就是个疯子 活着也是受罪 很快张小兽就被带回了警局 他倒是很干脆 直接承认是苏大强买凶杀人 而且在药里下毒的主意也是苏大强出的 案发那天 张小兽照常给王芳送药 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毒鼠墙 谎称是自己配的特效药 吃了又奇效 王芳脑子本来就不太好 完全没有怀疑 苏大强说过 这件事一旦曝光 他会承担全部责任 这个张小兽也是纯 杀人的责任哪有说承担就能承担的 即便到了现在 他还以为自己并没有多大的罪 而他之所以杀人 是因为苏大强许诺给他两万块钱 就因为这两万块 他背叛了自己的良知和职业道德 杀死了病人王芳 我不杀他 他就要杀我 你们可以看看我脸上伤 这是去年他拿菜刀给砍的 据苏大强所说 他之所以买凶杀人都是王芳逼的 他想要离婚 但王芳要死要活 就是不同意 不止如此 只要他一回家 王芳就对他又打又骂 他实在忍不下去了 于是就动了杀人的心思 原本计划是天衣无缝的 可是他也没想到 张小兽会在儿子生日那天下毒 他很清楚 警方肯定会怀疑王芳不是自杀 于是在那天晚上 他偷偷钱回了家 在厨房的饭菜里又下了一次毒 企图误导警方 原本这个举动确实会起到效果 但王芳要是地丢失 让孟队觉得有人下了第二次毒 有意思的是 王芳的钥匙其实是被小强拿走了 正是这个巧合 让苏大强这个凶手最终暴露 这或许就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苏大强把所有的责任都退到妻子身上 他从未想过 是他先出去鬼混 才逼疯了妻子 不止如此 他杀死了儿子的母亲 而自己也要为此偿命 他从未考虑过儿子的未来 也为他畜生不如的行为 让儿子将来的生活也变得灰暗 他的老母亲也不会好过 这个苏大强 简直不配为人子 不配为人父 更不配为人父 下午一点 酒店客房已经过了退房的时间 按理说房间里不会有人 服务员敲了敲门 确实没人回应 于是直接刷卡开门 谁知 有两个人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整整齐齐 看样子像是自杀了 服务员吓得大叫着跑了出去 酒店有人自杀可是天大的事 老板立即报了警 那个房间也一直没人赶进去 直到梦队赶到现场 他一进去就查看了男人的情况 发现竟然还有呼吸 于是立即叫警员安排抢救 也幸好警察来得快 不然这两个人估计就真的死了 房间里有一封遗书 还有一瓶安眠药 可以确定 这两个人是殉情自杀的 遗书的内容很简短 大致是说 他们的爱情不被家人朋友接受 所以选择殉情 同时希望能把他们合葬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 看来这两个人是真心相爱 出于刑警的职业习惯 梦队还是带着警员仔细勘查现场 原本也只是走个过场 却没想到竟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床单上有一个烧焦的小孔 并不像烟烫的 梦队掀开床单 床垫上竟然也有小孔 而且里面还有东西 用镊子夹出来一看 竟然是一颗弹头 屋内其他地方都很正常 为什么床上会有一颗弹头呢 中国不像国外 枪支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一个普通的酒店房间出现子弹头 这件事绝对不简单 梦队查看了窗台的情况 发现窗帘和纱窗上都有一个小孔 非常明显 子弹是从外面射进来的 难道那两个人的自杀并不单纯 为了找到子弹的射击位置 警方调来了激光探测器 梦队根据相关数据 推测出子弹的射击角度 同时判断 子弹的射击距离应该在200米左右 但要查出具体的射击位置 还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分析 第二天 守在医院的警员传来消息 自杀的那两个人已经恢复意识 警员已经做了笔录 可以确定 他们只是想安静地找个地方自杀 那颗子弹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民间出现未知枪支 这对百姓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必须尽快找到枪支来源 正在此时 技术员小光有了新的发现 他仔细分析了弹头 发现这并不是我国生产的子弹 极有可能是走私的 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私藏枪支案 问题还不大 但涉及到枪支走私 那就证明 市面上可能远不止一支手枪 梦队决定全力侦查 小光根据激光探测器的数据 成功画出了弹道图 并准确找到了子弹射出的位置 梦队立即带人前往调查 开门的男人叫胡庆 一副大老板的派头 看到警察上门 表情稍微有些紧张 但立马恢复正常 热情的邀请梦队进门 客厅有人打麻将 胡庆直接把人带进了书房 梦队开门见山 在酒店发现的子弹 是从他家射出的 不出意外的话 准确的射击位置 就是客厅的阳台 胡庆笑着说不可能 中国人都知道持枪犯法 自己只是个小老板 怎么可能会有枪 梦队没有纠缠 而是提出去看一下客厅的阳台 胡庆大方同意 纱窗和玻璃都没有破碎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 按理说 但到分析的结果应该不会错 胡庆的房子很大 梦队发现 客厅旁边的那间房 还有个露天大阳台 这里没有任何遮挡 而且从这个位置 也能涉及到酒店的房间 只是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 梦队只能先离开 回警局的路上 梦队几人开始讨论案情 警方已经调查过 胡庆是一家夜总会的老板 有黑社会背景 别看他客客气气 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笑面虎 有邻居反应 前天晚上听到了鞭炮声 警员猜测 那极有可能就是枪声 这个胡庆肯定跟走私枪有关系 必须重点调查 晚上 梦队带人来到了胡庆的夜总会 还没开始调查 就听到一阵男女激烈的争吵声 听声音 其中一个人就是胡庆 好像是因为钱的事 梦队立即过去查看情况 只见一个女人拿枪指着胡庆 情况十分危险 警员立即掏枪警告 女人情绪激动 警告警员不要过去 否则就直接开枪 梦队淡定地让警员放下枪 然后走到两人跟前 直接从女人手里把枪夺了过来 胡庆长舒一口气 梦队当然不是冲动 其实他早就看出那是一把假枪 见气氛尴尬 胡庆赶紧解释 这个女人叫小红 是自己的生意伙伴 也为欠她一点钱 两人闹了点矛盾 不过刚刚只是闹着玩的 没有大问题 梦队根本不信 刚刚在外面 他已经听到一些两人的对话 小红提到了一个名叫鲍哥的人 胡庆有些慌张 但很快又恢复镇定 他说鲍哥是个做烟草生意的大老板 是他的财神爷 两人也就是普通的合作关系 梦队看得出来 这个狡猾的胡庆并没有说实话 他警告胡庆 酒店里那颗子弹就是从他家里射出的 警方掌握了铁证 就凭这一点 警方就可以直接对他进行拘留审问 现在是给他机会说实话 一旦让警方掌握他私藏枪支的证据 那就没有退路了 胡庆一点都不怕 警方的套路他很清楚 只要没找到枪 就无法给他定罪 无奈之下梦队决定去找那个叫小红的女人 他跟胡庆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第二天一早梦队就找到了小红家 奇怪的是他家的房门没锁 拉开一看直接小红躺在地上口吐白沫 幸好他并没有死 经过医生的抢救 小红很快脱离危险 他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胡庆是个走私犯专门走私枪支 因为自己知道他太多的秘密 所以才被灭口 得到这条线索 梦队并没有直接逮捕胡庆 他准备放长线钓大鱼 接下来的时间 警方一直盯着胡庆 很快他就有了新动作 这天晚上 一辆豪车停在叶总会门口 胡庆亲自接待 警方早就收到消息 这个人就是之前小红提到的报告 他是胡庆的大客户 在叶总会里 警方早就安装了监控 等他们交易的时候 梦队直接下令抓捕 审讯室内 胡庆再也没有之前的淡定 他原本是混黑社会的 认识很多牛鬼蛇神 其中就有一些喜欢玩枪的 刚好他手上就有资源 他知道在中国贩卖枪支犯法 但禁不住金钱的诱惑 因为贩卖枪支的利润实在太高了 梦队问他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小红 他知道我的事情太多了 他说我要是不给他钱 他就把这一切都说出去 看来小红也是因为太太 所以才差点丢了性命 真是划不来 不过这个女人也算是做了件好事 如果不是他 胡庆这个枪贩子可能不会这么早暴露 原来酒店那颗子弹 正是小红不小心射出去的 那天晚上 小红在胡庆家玩游戏 无意中从书房里摸出一把手枪 也怪他那天喝多了酒 精神亢奋之下 直接给手枪上了糖 胡庆当时吓坏了 因为手枪里真的有子弹 他赶紧出手抢枪 谁知枪走火 一切都无法挽回 这或许就是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胡庆这个人坏事作戒 就算这次不暴露 迟早有一天也会被抓 一辆载客的公交车 飞速穿越乡间小道 扬起的尘土 让大爷无法呼吸 他正想骂几句 可公交车已经拐弯离去 而下一秒 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转眼间 公交车就被烧得只剩骨架 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 这是一起性质 极其恶劣的爆炸案 死亡人数众多 接到报案后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 并派遣两支王牌刑警队参与破案 队长袁芳赶到现场时 民警已将尸体全部抬出车外 很多尸体被炸飞 目前还在清理当中 公交车只剩下铁架 暂时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 而警员小静则在车旁边发现一个奇怪的齿轮 原方仔细看了一下 这并不像是汽车上的零件 与此同时 警员老何在车底下发现一根可疑的铁丝 他紧紧地缠在油箱接口处 老何立马警觉起来 这或许跟汽车的爆炸有关系 另一边 孟队沿着公交车的站点勘察情况 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几乎每一个停靠的站点都有汽油的残留 他怀疑公交车可能漏油 难道车辆的爆炸是漏油引起的吗 警方对这起爆炸案做了细致的调查 然后将情况汇报给局长 爆炸的公交车是国营矿区的专用车 平时乘车的都是矿区的员工和家属 法医目前已经整理出六具完整的尸体 还有两具炸的太岁 短时间内很难复原 爆炸案还有一个伤者 他是在站台下了车 由于没走多远 所以被爆炸余波炸伤 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 汽车爆炸的中心点就是油箱的位置 结合大巴车漏油的问题 警方最开始怀疑 是那根铁丝与地面摩擦产生火花 而引起的爆炸 但原方否定了这个推测 因为即便是装满了汽油的油箱 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爆炸威力 根据汽车的破损程度推算 需要三公斤TNT炸药 才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力 所以原方认定 这是一起炸药爆炸案 而不是油箱爆炸 并且这还是一起人为的爆炸案 那个现场发现的小齿轮 警方已经调查清楚 证实是一种国产机械闹钟上的零件 根据齿轮的破损程度推算 它当时应该处于爆炸的正中心 所以这个闹钟应该就是炸弹的定时器 原方猜测 凶手应该就是矿区里的人 警方已经封锁了整个矿区 只要逐个排查 很快就能找到制造爆炸的协议人 梦队调查过 公交车在爆炸前只停靠过三个站点 凶手应该是在其中一个站点上车 把炸药放在座位下面 然后在另一个站点下车 因为事先设置好了爆炸时间 他并不担心炸弹会提前爆炸 根据目前的调查情况 警方基本已经确定了案件的调查方向 局长下令 安排大量警力排查矿区及周边的人员 会议结束后 技术员小光把原方拉进了实验室 现场发现了很多碎布片 大部分都是矿工的衣服碎片 只有一块尼龙绸布看起来很不一般 不像是矿工的东西 原方让小光重点查一下这块布的来源 接下来的时间 警方围绕矿区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 并没有找到嫌疑人 不过找到了几名爆炸案的目击者 据目击者称 爆炸的时候 大家看到汽车冒出黄色的火光 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味道 附近的人都感觉嘴里发色 好像吃了没熟的柿子一样 得到这个结果 原方的心里有了猜测 与此同时 小光仔细检查了那块尼龙绸布 果然在上面发现了火药的成分 经过成分分析 确定上面的火药是消暗炸药 这跟原方猜测的结果一样 另一边 梦队找到了矿区的负责人 结果却令人意外 这个矿区从来就没用过消暗炸药 梦队一时间也愣住了 难道凶手并不是从矿区拿的炸药 他继续问负责人 附近有没有其他的矿区用消暗炸药 负责人回忆了一下 确实有一家小矿区一直用消暗炸药 得到这个线索 梦队立即赶往那家叫 粪发煤矿的小矿厂 没想到正好碰到矿长李春丽出门 这个李春丽不简单 出个门搞得跟皇帝出巡一样 带了很多小弟 见梦队的车堵住了出口 小弟们直接上前驱赶 老何表明来意 说要找矿长了解一些情况 李春丽更嚣张了 他以为梦队等人是记者 于是让小弟收了梦队的包 看有没有偷拍器 有的话直接砸掉 没想到包里掏出来的 竟是一把手枪 李春丽这才意识到对方是警察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在梦队的要求下 李春丽把爆炸当天 矿区所有人的活动情况都整理好 交给了警方 而梦队也从其他渠道调查了 奋发煤矿的情况 奋发煤矿跟国营煤矿是竞争关系 李春丽经常说 国营煤矿的开采率太低 是在浪费资源 这样的煤矿 越早关闭越是造福社会 梦队怀疑 奋发煤矿有可能因为恶性竞争 制造了这起爆炸案 从而打击国营煤矿 原方也比较认同这个猜测 奋发煤矿一直用的都是消暗炸药 而引发爆炸的也是消暗炸药 这肯定不是巧合 但目前这些都只能算是线索 不能作为证据 如果要锁定奋发煤矿的嫌疑 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 第二天 原方重新回到了案发现场 他总觉得爆炸的现场有点怪异 警方之前猜测 凶手是将炸药放在座位下面的 但从爆炸点的痕迹来看 并不像是在地面爆炸的 反而更像是悬空爆炸 因为爆炸点没有任何高温灼烧的痕迹 这时小静提出了疑问 这种公交车是没有行李架的 如果是悬空爆炸 那炸药是放在哪里的 这也是原方一直没想清楚的问题 正在此时 小光带着一个老人来到了现场 原来是公安大学的爆破专家 这是原方特地请来的 专家对汽车进行了非常仔细的勘察 最后得出结论 炸药确实是悬空爆炸的 回到警局后 原方立即组织了案情分析会 有了爆破专家的验证 目前可以百分百确定 炸药是悬空爆炸的 但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炸药到底是放在哪里的 原方根据爆炸破坏程度推算 爆炸点距离车厢地板大概有1米65左右的距离 这正好是一个偏矮的成年人身高 这样的结果让警员们已经爆炸的时候 凶手很可能就在车上 他与那一车人同归于尽了 警方之前猜测 凶手放好炸药包后就下车了 这个推断显然要被推翻了 难怪一直找不到犯罪嫌疑人 原来他已经死了 原方认为警方可以改变侦察方向 在死者中寻找嫌疑人 而且方向很明确 尸体破损最严重的那个人 就是嫌疑人 随后法医尽全力复原最后两具尸体 经过一整晚的努力 最终所有尸体都被拼接出来 虽然还有一些碎块 由于太岁无法拼接 但基本能确认死者身份 目前八具尸体都有人认领 破损最严重的那句 名叫张景发 经过调查 张景发以前是矿区的炊事员 这个人身高只有一米五 一直娶不到老婆 所以有仇视社会的心理 在几个月前 他通过关系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老婆 但没过多久就跑了 这让张景发越发仇视这个社会 他经常喝闷酒 还说活着没什么意思 据矿区的炸药管理员反映 就在案发的前一天 张景发找他要了一个雷管 说是用来炸鱼的 警方有理由怀疑 制造爆炸案的凶犯 很可能就是张景发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 警员们连夜来到案发现场做实验 这个时候 大家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张景发只有一米五 而爆炸点距离车厢地面有一米六五 也就是说 他需要把炸药顶在头顶上 才能达到要求 这显然不可能 公交车走的都是乡间小路 特别颠簸 张景发顶着炸药根本站不稳 而且他也没必要这么做 如果张景发不是凶手 那还能有谁呢 汽车上一共就八个人 另外的七个人根本就不满足条件 这时 孟队陷入了沉思 他总觉得还少了一个人 回到警局后 原方拿出了那块尼龙头布 警方询问过死者家属 没有一个人承认这是自己家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原方就带着小景来到服装市场 他要查清这块布的来历 另一边 孟队来到了医院 那个爆炸案的幸存者小王已经清醒 这个人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时他是在始发站上的车 有个傻子也一起上了车 他一上车就坐到了前面 因为他喜欢看司机开车 傻子身上很臭 所以大家都坐到了车后面 只有那个张景发由于晕车 也坐在了前面 小王后来在第三站下了车 没想到刚下车没多久 车就爆炸了 根据小王提供的线索 车上就应该是九个人 那个傻子个头很高 大概在一米八左右 如果炸药在他身上 刚好就符合悬空爆炸的高度 孟队认为 那个傻子很可能就是爆炸案的真凶 但这仅仅只是猜测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车上只发现了八具尸体 如果傻子也死了 那他的尸体去哪里了 正在此时 法医打来了电话 他在尸体上又有了新的发现 回到警局后 老何告诉两位队长 警方在离爆炸案600米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些尸块 加上之前一些无法拼凑的碎块 法医又拼凑出一具残破的尸体 目前来看 这才是爆炸案受损最严重的尸体 通过颅骨重塑技术 法医已经做出了死者的面部复原图 随后 孟队拿着复原图找到了矿区负责人 这人一眼就看出 这是一个叫李传锋的傻子 矿区的人都认识他 李传锋以前并不傻 相反还很聪明 只是有一次 他跟奋发煤矿里春丽的儿子李响一起玩的时候 发生了意外 为了救李响 李传锋被木头砸中了脑袋 从那以后就变成了傻子 原方觉得很奇怪 李传锋失踪了好几天 家人为什么不报案 负责人不以为然 这个傻子经常走丢 家里人早就习惯了 所以才没报案 得到这条线索后 警方基本可以确定 李传锋就是凶手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且他是个傻子 怎么可能会想到用定时炸弹炸公共汽车 这背后一定还有别的秘密 随后 原方和孟队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很快就有了新的线索 那块尼龙绸布来源于一个品牌背包 价格并不便宜 目前可以确定 炸药就是装在这个背包里面的 与此同时 孟队找到了一张照片 是李传锋和李响上学时期的合影 巧合的是 李响正好有一个这样的背包 原方已经调查过 这样昂贵的背包 整个矿区也就只有李响有一个 老何也询问过李响 案发那天 李传锋曾去找他玩 他离开后 李响发现自己的背包不见了 于是立马就追了出去 到车站的时候 刚好看到李传锋背着自己的 包上了公交车 他本想上前抢包 谁知却被附近李春莉打了一巴掌 这足以让人怀疑 李春莉知道背包里有炸药 或者说 那个有炸药的背包就是李春莉给的 但这里又有个疑问 李春莉很可能利用爆炸案制造使断 从而让国营煤矿停产 但李传锋是李响的救命恩人 他为什么要让李传锋当人肉炸弹呢 这老百姓有句俗话 叫九富大恩反尘仇 李传锋是李响的恩人没错 但也给他们家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每次他走失 家里人都会去找李春莉要人 矿上的人也都议论 说李春莉多行不义 老天爷本来是要报应他的儿子 没想到李传锋替他挡了哉 因为这些传言 李响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他开始讨厌李传锋 再也不愿意跟他玩 但李传锋是个傻子 什么也不懂 还是跟以前一样亲近李响 为了这件事 李响曾经跟李春莉发过火 让他解决这件事 不然就离家出走 李传锋这个恩人 已经变成了他们家甩不掉的包袱 所以李春莉才想到了 这条一十二鸟的毒计 既打击了国营矿剧 又干掉了李传锋 自己的名声还没有受损 绝对是一举多得 只是他不会想到 警方会把这件视察的一清二楚 随后 警方将李春莉堵在了路上 此前警察调查了儿子李响 他知道自己的事迟早会曝光 于是打算出逃 看到梦对的那一刻 李春莉无奈苦笑 记住了 多行不义 必自毙 最终李春莉被判处死刑 乌鸦尚且汇报反不知恩 没想到李春莉不仅不知道报恩 还要了恩人的性命 更是伤害了八条无辜的性命 这样的人 枪必一百次都不能解恨 冬天的早晨 特别寒冷 一个女人却躺在湖边一动不动 沉练的大爷上前查看 只见女人脸色惨白 双手紧握在一起 大爷叫了几声 女人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爷这才意识到 女人已经死了 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 梦对初步检查了尸体的情况 死者身上没有任何外伤 衣服也完好无尊 地面没有发现脱拽和搏斗的痕迹 基本可以排除凶杀抛尸的可能 更像是冻死的 但一个大活人怎么会突然冻死呢 这里面肯定有蹊跷 回到警局后 法医第一时间进行了实检 死者年龄35岁 死亡原因确实是冻死的 但奇怪的是 她的胃里残留有烈性安眠药的成分 而且含量极高 除此之外 她没有任何外伤 也没有中毒 死亡时间是昨晚11点左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有点像自杀 但这样的自杀方式也太奇怪了 先服用安眠药 然后躺在河边活活冻死 这也太痛苦了 与此同时 法医还发现了两个重要线索 死者脖子上有一条细小的痕迹 应该是戴项链留下的 还有 死者体内残留有别人的DNA 证明他昨晚跟神秘男人 有过亲密接触 这样来看 死者有可能是被劫才劫色 梦对正准备离开 忽然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水味 而法医是从来不用香水的 他之前就注意到了 死者用的香水名叫鸦片 是一款法国进口的名贵香水 价格昂贵 它的味道相当持久 这种香水有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诱惑 能人 看来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经过调查 警方已经确认死者的身份 死者名叫马晓英 是一个公园的厨纳 母亲看到尸体悲痛一绝 据她介绍 马晓英一年前跟丈夫离婚 后来就一直住在娘家 昨晚她说有事 要晚点回家 谁也没想到 只过了一个晚上 她就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妹妹清点了一下遗物 发现姐姐经常戴的一条项链不简 法医猜测的没错 她来丢失的项链 当时就戴在死者脖子上 梦对认为 报案的那个大爷很可疑 她让警员小张去把大爷请到警局问话 随后 梦对来到了马晓英的办公室 据财务处刘处长介绍 在马晓英死后 他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刘处长今天来上班的时候 发现保险柜中的财务账本全部被烧了 知道保险柜密码的 只有刘处长和马晓英 这件事相当蹊跷 接下来 梦对又把目光放到了马晓英的办公桌上 很奇怪 马晓英的电脑竟然是这里最高级的 刘处长意味深长的说 这台电脑是公园领导老胡亲自配的 他说出纳的工作很重要 一定要用最好的电脑 梦对瞬间明白 刘处长是话里有话 马晓英和老胡的关系估计不一般 他本想打开马晓英的电脑 可刘处长却说 这台电脑的密码只有马晓英和老胡知道 又是老胡 看来要查马晓英是避不开老胡了 梦对让小敏把电脑带回警局 而他自己则去找老胡 此时的老胡正在医院住院 梦对赶到的时候 他正在给病友们唱戏 水平还不错 病友们不停地鼓掌喝彩 梦对没有着急找的 而是先找护士了解案发那晚的情况 据护士回忆 案发那晚的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并没有病人离开过医院 因为住院部在晚上九点之后 就会将走廊的门从外面用铁棍插上 从里面是出不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老胡并没有作案时间 随后 梦对找到了老胡 这个男人非常健谈 据他所说 他非常看好马晓英的办事能力 但为有什么难办的事 都是派他去找主管部门的王局长 每次都能办妥 说到这里 老胡的口气变得神秘起来 他告诉梦对 王局长曾私下交代 让他好好照顾马晓英 所以他在单位对马晓英额外照顾 甚至给他配了新电脑 这也导致单位的人说他们闲话 按老胡的说法 真正跟马晓英关系不一般的是王局长 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 当天下午 梦对找到了王局长 王局长表现得很紧张 他早已得知马晓英死亡的事 但他却一再解释 自己跟马晓英只有工作上的关系 案发那天上午 马晓英曾来找他签字 之后就没再见过他 他的死跟自己完全没有关系 梦对当然不信 而是让小敏采集了他的DNA 有没有杀人 必须让证据说话 回到警局后 技术员小沈已经将电脑密码破解 他在电脑里发现一篇日记 里面记录的内容非常警报 说王局长利用植物质便占有了马晓英 并且让他做假账 贪污供款 最终马晓英承受不住压力 选择服药自杀 而那些账本 也是王局长指示马晓英烧掉的 日记里的内容跟王局长所说的完全不一样 按理说 王局长说谎的可能性更大 但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 马晓英自杀的可能性非常低 试想一下 一个要自杀的人 为什么还会喷充满诱惑的香水 这不符合逻辑 或许这两个人说的内容都有问题 与此同时 报案的大爷被请到了警局 对于项链被偷的事 大爷失口否认 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孟队并不着急 他知道大爷只是贪小便宜 想让他开口很容易 孟队告诉大爷 那条项链的主人已经死了 项链成了物证 而藏匿物证是犯法的行为 听到这些 大爷终于不敢再隐瞒 发现尸体的时候 他顺手拿走了女人的项链 他还交代 在案发那晚十点多 他就见过女人 当时他在散步 正好看到女人从一辆地势上下来 他还以为女人是准备跟人约会 当时还很纳闷 怎么选这么个地方约会 大爷还记得 那辆低市的车牌 最后一位是三 这是一个重大突破 孟队让小张立即去找到那台低市 正在这个时候 小沈送来了 王局长的DNA检测报告 证实与马小英体内的完全吻合 很明显 王局长说谎了 这一次 王局长直接被带进了审讯室 他本来就胆小 在警方出具的证据面前 他一无一时地交代了一切 马小英经常找他办事 他人长得漂亮 嘴巴又会说话 王局长心里对他有些想法 所以每次都给他开绿灯 但两人之间从未挑明 也没发生过什么 直到案发那天 马小英又来找他办事 那天天气虽然很冷 但马小英穿得比较清凉 因为他身上有一股香气 让我神魂颠倒 他身上有股香气 对啊 他平时是从来不擦香水的 可是那天那股香气 很有诱惑力 后来 马小英主动提出晚上八点见面 王局长准时赴约 他们分开的时候大概是九点半 当时马小英接到一个电话 说母亲生病了 他必须赶紧回去 随后就离开了 而王局长也回了家 没再出过门 家里人可以作证 所以他并没有杀死马小英 也从来没有指使他贪污公款 第二天 孟队再次找到老胡 得知马小英贪污公款 老胡认为 肯定是王局长指使他干的 因为王局长正在竞选局里的一把手 这是他向上爬的最后机会 如果没有钱 根本无法打通关系 这样的结果让孟队很为难 关于马小英贪污这件事 老胡和王局长的说法完全不一样 到底谁在撒谎 正在这个时候 小沈发现一条重要线索 马小英电脑的时间被人为修改过 这就说明 那篇日记很可能是伪造的 目的是为了把嫌疑引到王局长身上 而伪造日记的人 应该就是杀死马小英的真凶 那台电脑的密码 只有老胡和马小英知道 难道凶手是老胡吗 但据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 他并没有作案动机和作案事件 另一边 小张终于找到了那晚的地势 据司机回忆 确实是他把马小英送到案发现场的 马小英上车后就接到一个电话 听得出来 电话那头的人跟马小英关系不一般 说话很亲密 对方还提醒马小英吃药 而且两人好像还约好马上要见面 挂断电话后 马小英吃了药 并把空瓶子扔了出去 这条线索非常重要 孟队猜测 马小英当时吃的就是安眠药 他让小敏沿着当时的路线找到药瓶子 就在第二天 小张又查到一条令人意外的线索 原来竞选一把手的人不止王局长 还有老胡 巧合的是 两人实力相当 而且都是最后一次晋升机会 这样看来 老胡很有可能为了嫁祸 不过王局长而杀死马小英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个老胡就太会演戏了 孟队再次来到医院 刚到走廊出口的地方 就发现了不对劲 门上的玻璃好像才换过 随后他又在垃圾桶里发现了碎玻璃 这不禁让他怀疑 这块玻璃有没有可能是老胡打碎的 如果这个猜测成立 老胡或许就有了作案的时间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孟队将碎玻璃都带回了警局 经过反复实验 终于证实 这块玻璃就是被人为打碎的 上面还有几枚可疑指纹 而且打碎玻璃的人还是个左撇子 孟队突然想起 老胡就是个左撇子 小敏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 他找到了那个空药瓶 令人意外的是 这是一个营养药品的瓶子 经过化验 里面残留有安眠药的成分 有了这些线索 孟队已经基本猜到老胡杀人的作案过程 现在还缺一个关键证据 第二天一大早 孟队就到医院找到了老胡 他借着点烟的机会拿到了老胡的指纹 回到警局后 小张立即进行指纹抵对 结果显示 老胡的指纹与碎玻璃上的指纹完全匹配 可以确定 案发那碗打碎玻璃的人就是老胡 就是他杀死了马小英 孟队猜测 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一把手的位置 不出所料的话 老胡一直跟马小英保持着关系 是他指使马小英探物 也是他让马小英去引诱王局长 从而把他拉下马 这样他才有机会夺取一把手的位置 而杀死马小英 既能摆脱纠缠 又能嫁祸给王局长 最后的赢家就只剩下老胡 案发那碗 马小英按计划拉王局长下水 而老胡则打碎玻璃离开医院 并打电话给马小英约定见面的地点 同时提醒他吃药 那瓶营养药早就被他调包了 马小英吃药后不久 就慢慢陷入昏迷 最后冻死在河边 老胡当然没去现场 而是去办公室烧毁了账本 同时伪造了一篇日记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王局长身上 而他不会想到 正是这篇日记暴露了他 因为马小英一死 只有他知道电脑密码 警方知道日记是伪造的 反而就排除了王局长的嫌疑 是狐狸 总会有露出尾巴的时候 老胡机关算尽 最终还是被抓到了把柄 面对铁证 老胡也无法狡辩 只能乖乖被捕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为了一个职位 费尽心机去害一个人 甚至还赔上一条人命 老胡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官 幸好他暴露了 不然不知道还要害多少人 一个女人在自家别墅里跳舞 为了防止偷窥 他准备拉上窗帘 刚拉一半 女人的表情突然变得惊恐 好像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第二天 女人被发现死在了家里 而报案人 正是他的新婚丈夫老王 接到报案后 郭队迅速带人封锁了现场 死者是在楼上卧室被杀 但客厅也有血迹 而且从楼梯一路滴落到楼上 初步推测 死者应该是在客厅遇刺 然后一路逃命到楼上 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看得出来 他死前应该很痛苦 郭队上楼后 法医汇报了基础情况 死者一共中了两刀 死因应该是失血过多 详细情况 还需要进一步实践 汇报完后 他忽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死者的猴结好像比一般女人要大 这让人很奇怪 另一边 小静在地毯上发现一些粉红色颗粒 像是塑料的 在死者家中的鞋底并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 这极有可能是凶手带进来的 郭队在厨房发现一套崭新的刀具 其中少了一把水果刀 应该就是凶器 经老王证实 这套刀具是从国外带回来的 国内基本没有 如此看来 凶手是就地选择了凶器 可能是临时起义杀人 随后郭队问起了老王昨晚的行踪 据他交代 昨晚他喝多了酒 睡在了公司 晚上七点的时候 他还给妻子打电话说明了情况 想起妻子惨死 老王又陷入悲痛之中 小静来到了监控室 查看小区昨晚是否有可疑人物出现 但并没有什么发现 据值班的保安回忆 这几天小区一切正常 不过在前天晚上 保安看见老王跟妻子在吵架 后来还打了妻子一巴掌 这一线索引起了小静的注意 勘查完现场后 小静又来到了老王的公司 据秘书介绍 昨晚公司举办联欢会 老王确实喝了酒 并且睡在公司 但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秘书曾到老王办公室找他 可屋里并没有人 直到晚上十点多 才看到老王回来 他说自己出去散步了 两个小时的时间 难道老王真的只是去散步了吗 回到警局后 郭队组织了案情分析会 死者明教和小语 25岁 而他丈夫老王已经47岁 老夫少气 小静调查过 老王的公司离家并不远 步行只要40分钟 而案发别墅门窗完好 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 别墅内没有财务丢失 排除截杀的可能 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法医的尸检报告显示 死者后背中的那一刀力道并不大 而且刺中了肋骨 所以并不致命 但腹部那一刀力道非常大 直接刺破肝脏 被刺后 死者陷入昏迷 大概流血一小时后才最终死亡 死者死亡的时间是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 由此可以推断 预刺的时间是晚上8点到9点之间 同时可以确定 凶器就是死者家中的水果刀 刀柄上残留了一些植物纤维 经检验是属于一种常见的白线手套 而现场发现的粉红色颗粒 是一种建筑装修涂料 老王曾说过 他们家前段时间正好搞过装修 是他弟弟小王负责的 不过他们家并没有使用这种涂料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郭队认为应该先调查装修工人 使用白线手套 而且还有装修涂料 装修工人的嫌疑比较大 但警员小猪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认为老王的嫌疑比较大 我发现一遇到女被害人 你总是最先怀疑他身边所有的男人 谁说这是个女被害人啊 啊 周姐 你这玩笑可开大了 刚刚做完的尸体解剖情况 死者确实不是女人 原来 小宇曾经做过变性手术 而且做得很成功 她与真正的女人唯一的区别就是 不能生孩子 这一结果真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个时候 小光拿出了一张照片和一本日记 这是从和小宇的私人保险箱里取出来的 照片上的小男孩正是和小宇 旁边那个是他姐姐 日记中的内容让郭队感到疑惑 姐姐 我想你 你好吗 我对不起你 你还恨我吗 和小宇为什么会写这种伤感的文字呢 郭队让小静尽快查清楚他的家庭情况 随后 老王被请到了警局 和小宇是变性人 这一情况老王之前并没有坦白 这事要是轮到你 你会说吗 遇到这种事 老王心里确实也挺苦的 他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小宇的 第一眼看到他 就被那种清纯的气质迷住了 于是他拼尽全力去追求小宇 最终如愿以偿 可就在结婚后的一天 小宇突然告诉他 自己是变性人 老王如遭了一击 跟小宇吵了起来 还打了他一巴掌 所以案发那晚他才没有回家 是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现实 只是没想到小宇会被害 其实警方基本已经排除老王的嫌疑 因为在那把凶器上 并没有发现老王的指纹 而且警方已经调取了他公司周围的监控 案发的时候 他确实在散布 现在嫌疑最大的还是装修工人 据老王的弟弟介绍 当时一共有七个工人给别墅装修 其中有一对书职偷工减料 所以他就没有支付全部的工资 那对书职老是骚扰的 找他要钱 还威胁的 如果不给钱 早晚要他们好看 那两个人 一个叫老根 一个叫小明 随后 警方采集到了两人的血印 跟案发现场的完全相符 正是案发那晚 他们去过别墅 警员猜测 他们很有可能 因为工资的问题报复杀人 很快 警方就将已躲回老家的老根 和小明带回了警局 老根很害怕 他反复辩解 自己没有杀人 案发那晚 他跟侄子小明去找老王要钱 但老王不在家 和小语很心善 给了他们一笔钱 但他没有多少现金 于是让他们第二天 再来拿剩下的 可当他们第二天再去的时候 发现别墅围满了警察 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也不敢靠近 也为老母亲生病 他们当天就赶回了老家 从老根的反应来看 他并不想说谎 警方也调查过 他们回老家确实是为了探病 既然他们拿到了钱 那就没有杀人动机 输职二人的嫌疑 基本可以排除 可是老王和装修工的嫌疑都被排除了 还有谁会杀死和小语呢 案件到这个时候 似乎陷入了僵局 正当郭队一筹莫展之时 小静带来了新的消息 他已经查清和小语的情况 小语原名叫和孝语 来自农村 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姐姐把他养大成人 姐姐随母姓名叫张力 据同村的人介绍 和小语做了变性手术之后 就再也没回去过 姐姐因为这件事在村里抬不起头 整天一泪洗面 他曾经说过 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 让他变回男人 为何家传宗接代 郭队认为 有必要先找到这个张力 进一步查清和小语的社会关系 从而找到他被杀的突破口 遗憾的是 小静这次并没有找到张力本人 听说他之前去了南方打工 但在半年前又来到了本市 目前下落不明 在没有新线索的情况下 郭队带着小静再次来到案发现场 看看有没有线索遗漏 就是这一次勘察 让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一个花盆后面 郭队发现一只染红的白线手套 这个花盆是老王隔壁家的 他们顺着线索走进隔壁的院子 刚进去 就发现地上有一些粉红色颗粒 这跟案发现场的很像 郭队瞬间警觉起来 随即敲响了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女人 听说是警察调查隔壁的杀人案 女人很配合 据她回忆 案发那天下午 她正好从市区回家 也为第二天要出差 所以就顺便找了个小时工打扫卫生 到小区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三点 说起小时工 郭队瞬间联想到了白线手套和建筑涂料 他让女人介绍一下小时工的情况 女人说 那个小时工当时是才从一户刚装修的客户家打扫完 身上特别脏 你家小时工干活的时候戴手套吗 戴 那种 白线的老老手套 随后 女人被请回了警局 帮忙做出小时工的人物画像 而郭队检测了女人院子中的粉红色颗粒 正是跟案发现场的完全一致 那只染红的手套经过鉴定 红色的成分正是小雨的血液 郭队几乎可以确定 那个小时工就是杀死小雨的凶手 而关于小时工的身份 他也有了一定的猜测 他拿着一张照片给那个女人辨认 女人看了一下 感觉跟小时工有点像 但是没这么年轻 这张照片正是张丽七年前拍的 郭队让技术员根据照片模拟出张丽现在的样子 女人一看 非常肯定地说 就是同一个人 根据女人提供的线索 警方很快找到张丽 并把她带回了警局 我没有想杀她 她是我的亲弟弟 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弟 张丽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 父母早亡 她耗费所有的心血把弟弟养大 送她上了大学 弟弟就是她人生的一切 可这个弟弟偏偏喜欢当女孩 甚至背着她做了手术 当时张丽整个人都崩溃了 她恳求弟弟重新变回男儿身 可她就是不听 就是那一次 她第一次动手打了弟弟 从那之后 弟弟就离开了家 因为弟弟的事情 村里人都对她指指点点 甚至丈夫也跟她离了婚 她的生活彻底被弟弟给毁了 后来张丽就到南方打工 同时寻找弟弟的下落 她始终没放弃 一定要劝说弟弟变成男人 可惜一直没找到弟弟的下落 直到有一天 同乡告诉她弟弟出现在京北 她立即辞掉工作来到了京北 可始终没有弟弟的音讯 直到案发那晚 她在客户家里打扫卫生 正好看到对面一个女人在跳舞 在女人拉窗帘的时候 两人四目相对 认出了彼此 见面之后 和小雨一把抱住了姐姐 两人痛哭流涕 张丽恳求弟弟变回原来的样子 可她还是不愿意 这个你跪下了还不行吗 姐 你这 姐 你这是何苦呢 我这样不是很好吗 我还是你弟弟 姐 就求你求你放过我吧 小雨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 做丑丑变回男人 今天就不出来了 姐 你就不是拿到绝路上逼吗 小雨 你要是铁了心不回头 不是你死 就是姐姐 和小雨知道姐姐不会放过的 于是抽出一把刀 如果真的不肯原谅 那就请姐姐杀了我吧 你所以何苦的亲 就是因为我还抱着一线希望 可是现在 对于我来说 她已经死 那一瞬间 张丽的大脑一片空白 她捡起水果刀刺激了弟弟的后背 后来她离开了别墅 原本是想一死了之 可家里还有一个女儿 她不能不管 郭队告诉她 背后那一刀其实并没有杀死小雨 真正杀死小雨的是她自己 她不想再看到姐姐活在痛苦之中 所以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或许在姐姐拿刀刺向她的时候 她的心也跟着死了 这样的悲剧 谁也不愿看到 姐姐和弟弟其实都没有错 只是观念不一样 不设身处地 很难去评判 在郊外陆营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便挖坑 看这个男人就要倒大霉了 他想挖坑烧烤 可刚挖几铲子 就吓得大叫起来 坑里竟然有一只人手 接到报案后 警方第一时间封锁了现场 郭队让警员先把尸体挖出来 现场有很多杂乱的痕迹 大部分都是陆营的人留下的 但其中的一组车轮印 引起了郭队的注意 陆营的人没有开车 那这车轮印就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警员小静在附近发现一只红色高跟鞋 十有八九是死者的 因为来陆营的人不可能会穿高跟鞋 回到警局后 尸体被直接送进了解剖室 小静重点分析了那只高跟鞋 鞋底有很多晶体状的物质 经过分析 是大理石上掉下的粉末 死者应该是经常去有大理石地板的地方 只有频繁的摩擦 才会留下这么多的粉末 而郭队也发现 这种高跟鞋是名牌 价格相当昂贵 正在这个时候 法医送来了试检报告 死者为女性 古龄大概45岁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 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一周 死亡原因是后脑粉碎性骨折 导致炉内大出血 凶器可能是钝器 也可能是撞击硬物而死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很难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必须先确认死者的身份 随后 小光进行了面部重塑实验 很快将死者样貌复原出来 通过与近期失踪人口进行比对 确认死者是一个叫沈卫红的女人 年龄46岁 是一家食品加工厂的下岗员工 小静有些疑惑 一个普通的工人 怎么会买这么高档的高跟鞋呢 而且鞋底的磨损痕迹很奇怪 前脚掌和脚趾的位置磨损特别严重 但后跟基本没有磨损 这并不是走路磨出来的 更像是长期跳跤义务留下的痕迹 鞋底有大量大理石粉末 这说明死者经常去有 大理石地板的高级舞厅跳舞 这确实有些奇怪 郭队查道 报失踪案的是死者的姐姐沈卫青 据姐姐介绍 妹妹两年前离了婚 之后就一直独具 本来周末叫了她来家里吃饭 但那天根本没来 电话也打不通 所以她才报了警 只是没想到妹妹出了这么大的事 随后 姐姐带郭队来到了死者家里 这里并没有任何异常的痕迹 应该不是凶案现场 姐姐告诉郭队 妹妹平时一个人住 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她还有一个儿子 已经上大学了 不过是跟前夫朱强一起生活 前夫以前是工厂的车间主任 后来下岗了 就开启了出租车 接下来 郭队又来到了朱强家里 得知前妻被杀 朱强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波动 现在是中午 她赶时间做饭 然后去交班开车 郭队很好奇 她与沈卫红结婚那么多年了 怎么说离就离了 朱强一脸无奈 其实他们以前就经常吵架 早就想离婚了 但那时候儿子还小 不想影响她 现在儿子都上大学了 两人也就不再有顾虑 直接离了婚 小静拿出那只高跟鞋给她辨认 朱强回忆了一下 非常肯定地说并没有见过 离婚之后 她跟沈卫红就很少来往 据她了解 沈卫红性格开放 很喜欢跳舞 这个鞋有可能是她买来跳舞的 以前她就经常去一家 拉丁风情的舞厅跳舞 去那的人还都挺有钱 根据朱强提供的线索 郭队又找到了那家 拉丁风情舞厅 老板一开始警察 当即表示全力配合调查 沈卫红是这里的老客户 跳了十多年了 舞确实跳得非常好 郭队问她 沈卫红有没有固定的舞伴 老板回忆了一下 以前她的固定舞伴 是一个退休的局长 后来局长中风了 沈卫红又找了一个 主任医生做舞伴 我告诉你啊 小沈挑舞伴 挑的可不是舞技 是人的身份 老板还说 那个医生也有段时间没来了 他也感觉有些奇怪 随后 郭队又马不停蹄地 找到了那个医生 医生也很老实 在他眼里 沈卫红是个非常出色的舞伴 两人都是离异的状态 他也很清楚 沈卫红接近他的目的 有一次 沈卫红主动提出 给他做饭吃 让医生很感动 两人也随即确定了朋友关系 可没过多久 沈卫红就以各种借口 找他要钱 医生意识到自己成了冤大头 于是狠心提出了分手 沈卫红也没有纠缠 拿了些钱就乖乖离开了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自己的事情 比方说过去 跟什么人接过仇 医生说没有 沈卫红只跟他说过 前夫朱强是个很粗鲁的人 对他不是打就是骂 他忍了二十几年 最后还是离了婚 这些事情朱强并没有说过 郭队意识到 沈卫红的这个前夫 对警方有所隐瞒 为了查清朱强的底细 郭队找到了他的邻居 张大妈 据大妈回忆 大概在一个礼拜前的一天晚上 他跟老伴出门遛狗 谁知刚出门 就听到朱强家传来吵闹声 他靠近门前听了一下 好像是沈卫红的声音 而且吵得特别厉害 这条线索让郭队加深了 对朱强的怀疑 但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于是 郭队又找到了 朱强上大学的儿子朱小华 并将包裹尸体的床单给他辨认 朱小华没有说话 但明显看得出来 这个床单他认识 甚至可能就是他家的 郭队没有戳破 而是问他最后一次 见到妈妈是什么时候 朱小华说是一年以前 你父亲最近有没有见过你母亲 这个我不知道 他们两人之间是不是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 有事你问他们去 朱小华的态度很奇怪 妈妈被杀 一般人都会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 可他明显有所隐瞒 郭队继续逼问 但朱小华的回答都模棱两可 最后直接说自己平常住校 家里的事情都不清楚 甚至让警察不要找他问东问西 他无可奉告 郭队无奈 看来这个案子 还是要从朱强身上下手 警方再次找到了朱强 这次直接把他的出租车开回了警局 经过车轮印的比对 正是案发现场的车轮印 就是朱强的车留下的 他具有重大的杀人嫌疑 郭队立即带人到朱强家中搜查 朱强坐立不安 郭队一直盯着他 看他这么紧张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就是杀人现场 小静用光谱仪 对整个屋子进行了扫描 终于发现电视柜有问题 虽然看不到明显的血迹 但只要用浅显蓝光试迹喷洒一遍 就能显现出那些被擦掉的痕迹 果然 电视柜和地板上有大片的血迹 行了 你们别忙了 人是我杀的 审讯室内 朱强交代了一切真相 案发那天 沈卫红到家里来取一盏台灯 那是他们结婚的时候买的 沈卫红说现在成了古董 很值钱 他必须拿走 朱强懒得跟他计较 拿走就拿走吧 可是台灯之前被朱强改造过 失去了古董价值 沈卫红对着朱强大骂 说他断了自己的财路 让他赔钱 朱强一时冲动打了他 谁知沈卫红没站稳 刚好撞到了柜子上 当场就死了 朱强当时很害怕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报警 但拿起电话犹豫了很久后又放下了 他怕解释不清 警察会认为自己故意杀人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就把尸体给埋到了树林里 那只红色高跟鞋其实是他故意留下的 目的是为了做个记号 虽然沈卫红嫌弃自己没本事 赚不到钱 甚至离婚的时候把财产都抢走了 但毕竟是二十几年的夫妻 朱强想着偶尔去给他上个香 也算是赎罪 交代完罪行后 朱强长输一口气 堵在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 他请求尽快给他定罪 让他早日解脱 从审讯室出来后 郭队一直在沉思 他觉得案子破得太顺利了 朱强的口供像是早就准备好的一样 没有任何漏洞 但又感觉漏洞百出 案发那天是周末 按理说是出租车生意最好的时候 他怎么会在家呢 这里面或许还有他们不知道的引擎 郭队让小静去查一下朱强的出车记录 看到案发的时候有没有出车 几个小时后 警方再次提审朱强 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你们还有什么可问呢 郭队直接拿出一份出车记录 上面显示 沈卫洪出事的时候 朱强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跑车 怎么会有时间杀人 朱强无言以对 警方当然知道 朱强在维护真正的凶手 随后 朱小华被带进了审讯室 毫无疑问 他就是朱强要维护的人 没等警方询问 朱小华就主动开口 人是他杀的 案发那天 他正好放假在家 后来妈妈回来找台灯 当他发现台灯被朱强改造之后 就非要去找朱强理论 而且还要拉着朱小华一起 朱小华不想去 妈妈就对着他一顿臭骂 他实在忍不下去 就推开妈妈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他在网吧待了四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 刚好看到附近的车在楼下 谁知一进门 才发现妈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地上还有好多血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 是自己把妈妈给推倒了 他当时非常着急 但朱强却安慰他说没事 你妈只是擦破一点皮 过一回就醒了 还让朱小华去买一些纸屑的药回来 朱小华六神无主 只能听父亲安排 可等他买好东西回来时 妈妈却不见了 你妈走了 走了 你刚走 他就醒了 打电话给他向好的郭医生 让他来接他 还不让我去呢 我妈真的没事了吗 我说了没事 他让郭医生给接走了 你怎么连你爸的话 你都不信了吗 你说你还在那磨叽什么呀 你赶快回去 回去下去 警局的走廊里 父子俩再次相见 撕心裂肺地哭喊 一次意外 让一个家庭彻底破罪 谁都不愿看到这样的结局 但律法言明 朱家父子都触犯了法律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公正的审判